接着持续带您关注阿波兰山山难搜救任务的最新进度 消防队玉璃分队6号中午接获山难通报 随即出动陆空搜救 但是从昨天到今天连续出动两架次的空情直升机救援都无功而返 不过目前陆路搜救队持续最快的速度挺进山中 希望能够尽早将受伤的三友带下山 6号中午接获山难通报后玉璃消防队即刻出动陆空二路入山搜救 但却因为天候不佳空情对直升机无功而返 原本预计今天一早在独深空救援 不料仍被天气差的因素阻挡空手折返 无法进行空中征收池源 现在则全靠第一面部队来救援 先消防局第三大队大队长李贯成表示 陆路搜救队6号入山夜速中平0到19公里处后 今天一早即刻起登停进阿波兰山 依照搜救队的矫程预计今天推进到中平0到34或39K处 一名女性登山客因为失足跌落山谷 这山谷约有70米深 这女性登山客手脚受到严重的骨折 没有办法行走 那请求救援 华林县消防局玉利分队6号接获了台中消防局转报三鱼事故 由无姓女领队率领的三人登山队 由中平领导进入 预计4月8号出阿桑莱尔 队伍行进阿波兰山附近时 无姓女领队不慎队落受伤 造成头部受伤 右脚内侧开放性骨折 但意识清楚 玉利消防队指出 不论空中还是陆路 整个受救作业仍持续不断的进行 希望能够尽早将山难伤患救下山 记者石玉兰玉利正采访报道